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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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天她來這邊跟我說要練習 我還想說是不是當天 我乾脆就是拍一下背影 我動作拿到他 你想說當他的替身 對 結果沒有想到 他竟然真的一個人 就這樣下來學得好快 他是前一天過來 我就說 我再趕快帶給他一些動作 還要把他錄影像 他就把我拍下來 回去這樣一練習以後 第二天就開始開始 沒有 因為我如果沒辦法學清楚的 我知道人家鏡頭在帶你的眼神 跟你的神情會 整個會是記動作的 我有找到一個點 去喜歡這個增加 因為我覺得 其實強哥會讓我很安心 對 然後但是他也會就是逗我 我記得我們第一場戲 因為以前沒有跟柯靖合作過 第一場戲我們就要演很親密 很熟的情侶 那一場戲出來導演就說 我們演過一次的導演說 卡 重來 我現在第一天跟他對一戲 我雖然演這麼多戲 但是我第一天對一戲 他對女還是不好演 所以我去那邊後面的時候 我就慢慢在私底下 可以跟他開玩笑 因為他是國術 帶了一個國術隊 是 所以就你看他就是酷酷的 然後帥帥的 其實是我們的偶像 可是當他要跟我女兒交往的時候 他們兩個一站起來 那個身高的落差 讓我覺得說 哇 怎麼是這樣子 就好像輕盈就沒有辦法 是小鳥依人的那種感覺 因為輕盈年紀也不小了 然後想說如果他們也不可能拖太久 那如果他們要談到結婚的話 那以後的生活怎麼辦 所以當媽媽的本來就是自私的 你現在只是一個代課老師 如果要成家的話 經濟能力上會不會有問題啊 我真的努力考研究所 之後再考教師資格 成為正式老師 所以經濟不會有問題 我可以答應你們 場景劇展我們這一家的故事 本週播映完畢 在青山匆匆 碧海遼闊的花蓮 新榮慶找到生命的意義 逆得良緣 愛灑藏神經的心 齊瑞結束父親的公司之後 遠赴大陸開創事業 也在異地取得家人 他在母親提議下 帶著妻子 返回花蓮慈濟進私經社工作 熟悉國際貿易 業務行銷的楊啟銳 投入了金社裡古物粉的製作 相信未來禁私書宣 無古粉 易豆粉 可可粉的行銷推廣 將會更紅薄 我覺得說師傅 師傅們很用心在製造這一個食品 然後這也是一個非常健康 跟天然的食品 慶和正家的相識相愛 帶著劇情進入另一波激盪 生命的有趣 往往在於轉身後的風景 當我們從一個階段的課題中成長 上天給的禮物 總會給人柳暗花明又一村 始料未及的驚嘆 各位同學請安靜 透過演員陳子強認真投入的表演 徐振家的角色 具體鮮明地呈現在螢光幕上 總會代表實際去表演嘛 所以形象非常重要 他說如果服裝 也可以突顯實際的精神 這樣就更好 人間度久友情的節目錄影 更是讓我們這一家的所有成員 難得的團聚一堂 錄影棚外大人小孩 演員分支好不熱鬧 那你會不會幫媽媽曬衣服 會 那你最喜歡幫媽媽 做什麼樣的事情呢 洗碗 洗碗啊 這對之師姐 單純一面的大赦 楊靜明師兄化身無語良師 開啟全家的子季姻緣 我們這一家生命的光滑 從豐饒的金錢物質 轉化成心靈的富有 相信這一份愛的延續 會代代傳承生生不息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人間度絕有情 我是阿嬌 長情劇展我們這一家 看到清盈回到心靈故鄉花蓮 幾乎是全心投入慈激工作 這讓楊媽感到很欣慰 清盈在工作上 因為參與了慈激 與大陸兩岸學生的文化交流 而認識了慈中國宿隊教練徐政家 政家初次見到清盈 便心生好感 不過呢 這個清盈因為太專注工作 完全沒有感受到 我們這一家在這一週最後五集的戲裡 就可以看到清盈跟鄭家 這一對年輕人的情誼是如何發展的 就讓我們先來回顧精彩的戲劇片段 我們先來回顧精彩的戲劇片 我們先來回顧精彩的戲劇片 慈聚合书队耶 那个带队的是谁啊 我不知道耶 他们老师吧 我最近都在忙这些事情 他们过一阵子要去大陆做交流 我再帮他们安排行程 忙完文化交流的事宜之后 新的任务接踵而来 我到慈济大学的快乐健康营 去协助这个专门为国小的孩子 举办的营队 师傅 师傅跟盖小姐 这位是杨清颖 上次我们去大陆文化交流的时候 都会帮忙 所以事情才会这么顺利 你怎么跟你弟弟一个样啊 你工作就这么拼命那么投入 人家现在跟你一样在慈济做事 你是以为你只要说到慈济 我就拿你没办法了是不是 清颖 徐老师 你怎么这么晚还没有回去啊 你不要一直叫我徐老师徐老师 都被你叫老了 以后你就叫我正家就可以了 你的东西掉了啊 正家 在念体育系的时候 放假就去旧国团带活动 跟同学互动 那时候 是我最充实 也是最快乐的 后来旧国团慢慢走向民间化 很多旅行社 开始招收原先旧国团的成员 前辈好 我是新人 我叫小王 对不起 我不超越 那怎么跟司机大哥 不断情 晚上要陪他们喝酒 当导游的生活 收入并不稳定 有时候忙得三国家忙而不入 加上带团的压力大 很多人 都烟酒不离身 所以啊 我算是绕了好一段路 才回到这里 原来 教育 才是我的最爱 原来大家都一样 我也是这样 让我们一大圈踩到这里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郑佳 请求慈记大家好 然后我们来介绍子强 请求慈记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子强 客进 请求慈记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客进 其实我们刚刚在看这一段的时候 我也相当的好奇 因为我们知道子强的背景 因为你是棉华园出生第三代 对 然后其实我们对棉华园的印象就是 男的都很会打 就是因为都要有一点功夫的底子 所以我们刚刚在看你打那套拳的时候 其实我完全被吸引 而且我也觉得这套拳应该是 它不需要学就会的 其实可能 大家都以为是剧团出来的 好像什么都会 其实很多东西 它是同一个科系 但是它不同种类 像我们运动 它总归就是运动 但是运动分了很多种 其实我很多东西是进了演艺圈 为了拍电影拍电视才学的 那你很有天分 没有 我全身都是上 真的 因为他学得好快 他是前一天过来 我就说我再赶快带给他一些动作 还要把他录影像 他就把我拍下来 回去这样一练习以后 第二天就开始 没有 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只有 花了大概不到一天的时间 半天 半天 但是我也看到一个人很用心的 第一天 前一天他来这边跟我说要练习 我还想说是不是当天 我干脆就是拍一下背影 我动作 你想说当他的替身 对 结果没有想到 他竟然真的一个人就这样下来 他不需要替身 而且还自己加戏 他还加了一个后空翻 对 小姐 我真的要当着大家 大爱观众朋友 来赞赏一下郑佳老师 为什么你知道我为什么学这么快 因为这一套拳 老师有办法面对镜子 打一遍给我看 背向我 打一套给我看 那是一样的方向 等于是他正的打 反的打 都会 因为我们通常 你学生带着打的时候 我们要背对学生 是 但是那有办法正对学生 打的方向跟学生一样 他可以倒过来打 所以我如果是变镜子版的 对 我就直接看了 我就不用这样看 我觉得你们其实两个人 都各有长处 对 就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都是也因为 对这个角色的投入 是对自己工作的负责 跟认真的态度 才有办法在那么快的时间之内 就消化完这样子 这个角色该做的 这一个功课 对不起 郑佳老师 你没办法当我的提升 是因为 因为我如果没办法 学清楚的 我知道人家镜头在戴你的眼神 跟你的神情会整个会是激动作的 很棒 光听子强讲这一点 你就会觉得他真的是一个 很有心的一个专业的演员 对 因为也对 就是说 常常我们在表演上面 你真的演什么 就得像什么 就告诉你 今天还好 还好是真的戏里面 他只是吸引轻盈一个人 不然我看很多的学生 都要看着这样 有 已经有了 我们其实当时我当小孩子就说 要开始跟他活动 你知道所有孩子的目光 又开始聚焦在他身上 因为他会用一些方法跟孩子互动 可是我真的看到他对自己的要求 然后对这个戏的用心 好 因为我们常常觉得 在这个戏里面 一旦演的不管是夫妻那其妙 其实基本上戏里面都要有一些 就是对他有一些 产生一些不同的一些 我们说化学变化也好或怎么样 当在戏里面你看到 就是你初次见到这样子的政家 你那时候心里面是想什么 真的有喜欢上这个想的什么 应该没有吧 当然有找到一个点 去喜欢这个政家 因为我觉得 其实强哥会很让我很安心 对 然后但是他也会就是逗我 他就会一直闹我 所以他的活泼是在 私底下下的息之后 并不是在上戏的时候 Action的前两秒钟都还在透过 因为我 我记得我们第一场戏 因为以前没有跟柯婷合作过 第一场戏我们就要演很亲密 很熟的情侣 那一场戏出来 就是说我们一开始 我导演就说 我们演过一次的导演说卡从来 完全不行 我说导演怎么了解 因为太有距离是不是 对 他说导演 你们现在已经在谈恋爱结果 你应该出来就是可以牵上手 我心里就想完蛋了 我才第一天跟他对了戏 我虽然演这么多戏 但是我第一天对了戏 怕对女孩子不好意思 所以我有一些后面的时候 我就慢慢在私底下 可以跟他开玩笑 慢慢就进入那个感觉 就是演出来会比较自愈 对不起 我发现 毫无界限 你就发现毫无界限 因为我可能一开始比较轻一点 所以后来发现 强哥会主动跟我玩之后 我反而就会 我就会也可以回应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 就是人跟人之间在一起 真的需要一点不同的时间来酝酿 所以本尊在这里 我就很想回到本身身上 来问问看 其实刚认识的时候 就是你就对轻盈有好感了吗 一开始并没有那么的强烈 但是你想想看 因为你会国术 那个功夫 有时候会让人家会 就会因为眼睛为之一亮 因为你在那上面表现 表演 多多少少 他可能对我的印象 会比较深刻一点 而且好像在这样的一个团体里面 郑嘉老师也是一个比较 就是放得开活泼的人 对不对 你也是一个比较吸引大家 眼光跟注目的一个人 对不对 确实 我在目光 萤幕面前 或者是在很多焦点面前 我其实是比较不会害怕的 所以这样的原因 其实当时妈咪就是对我来讲 她其实除了我工作不稳定的 会担心之外 她会觉得说我都在那个 很光鲜亮丽的背后 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婚姻 她就很担心我 太多粉丝了 其实简单讲就是这样 有 妈咪也讲到说 你看你的小朋友 很多都是女生 然后又有小小的 好棒 拳打得真好 你知道那小女生 就会心生羡慕的眼光这样子 但是我就说 我们在词记里面 教我们要承证信实 对 然后我们的身形 身教一定要做好 所以在里面 我也跟妈咪保证 也跟我的师姐保证说 其实我在这一块会做的 拿捏得非常好 而且在学校里面 要求性别平等都很重要 身体界限要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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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非常感恩三位的分享 谢谢 老师 你真的不是徐老师的女朋友吗 你们两个很八卦 不怕你们徐老师生气 不怕 他很凶啊 嗯 其实我们一开始 也不想徐老师会那么凶 在他还没有到我们当班 搬岛之前 他是我们的体育老师 那个时候啊 我们班超皮的 我们弃走了很多的班导 后来啊 学校可能想说 在体育课的时候 需要是管得住我们的 所以 就把他调来当我们的班导 我首先 会从整节 开始要 我就要偷懒了 要认词运 这样危险 好好打草 恭喜各位同学 得到我们全校 整节比赛第一名 今天我请大家吃面包 哇 继续保持好不好 好 耶 究竟轻盈是不是徐老师的女朋友呢 这些孩子们 有没有八卦呢 现在轻盈就在我们的现场 欢迎轻盈 大家好 那我们要不要来介绍一下 这位小朋友呢 我们的宝贝徐红礼 快要三岁了 OK 因为刚刚了 其实为什么 这个小朋友会进来呢 红礼 红礼 对不对 红礼为什么会进我们的录影现场 是因为他刚刚了 看到妈妈坐在这里 他就一直叫阿母阿母 我要在阿母 这么小的小孩子 怎么会叫他叫阿母阿爸呢 应该是这样讲 我们是台湾家庭 那我姐姐的小孩 也是叫我姐姐叫阿母 我们就觉得说 这样教其实是一个很亲切 因为那是老一辈的人的叫法 那应该是很亲切的一个称呼 是 所以从我姐姐的孩子开始 就都叫我们叫阿母 所以这个很棒对不对 你看 我跟子强两个人都心里面 被触到了 对不对 从小叫我爸妈也是阿爸阿母 真的 所以我觉得 听你这一点真的是很棒 而且这样很好认 到路上叫阿母的就只有我们 好 那我们刚刚在这系里面也看到了 就是我们看到 郑家跟这些学生孩子们的互动 其实他很在乎这些孩子们 这些学生的 那聊聊这个部分 其实我要这样说好了 上很常用一句禁食语告诉老师 天下没有坏学生 只有没有禁折的老师 那我觉得这句话影响我非常的深 是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孩子们 他们其实很多的一个目的 他们其实是希望说有老师了解他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希望能从这一块 给他们自信 给他们一些正确的方向 那像子强 我在看到你在这系里面 全是就是郑家老师 我也觉得跟你其他的系的表现 我感觉上不太一样 对 这也是我这一次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郑家老师 他有时候跟小孩子互动 他会抓住小孩子 学生的一个一些心态 就是说 不是很正经八股的面对他们而已 有时候会小逗他们一下 对 刚才那个有个片段 其实这一场戏事 其实他们已经得到整洁第一名了 好 结果郑家老师就蹦个脸 就走进教室 疾了 大家都很安静 我们早怎么了 你们不知道你们怎么了吗 是 全部的人到操场街 就蹦个脸 大家都很怕就出去了 所以后面才知道 他把那个面包 原来是要送面包给这些孩子们 对 鼓励他们这样子 我时候有问过郑家老师 你是这样的 对啊 要软硬兼施 所以我也 其实我是很爱玩的一个人 但是我有我的原则 我叫你做对了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能鼓励的 我觉得赞美不要放在心里面 是要实际的做出来 我在想可能也是因为你自己在教育孩子上面 有站在一个同理心的立场 所以这些孩子们可能也因为这样 非常的信任老师 然后也乐意打开心房 跟老师相处在一起 所以才会把一个班级带到非常有向心力 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个阶段的孩子 非常的不好带 对不对 什么样的脾气 个性都来都有 什么样的状况都有可能发生 那就在轻盈你的立场 你觉得可能郑家老师花了这么多的心思 就是在这些孩子身上 那你是支持他的吗 因为我们其实知道就是说 趁命还知道说 因为那时候你们想买房子的时候 郑家老师就提出来说 你想把房子买大一点 对 然后其中的一个理由是说 希望可以让有一些孩子 就是可以到家里面来住这样子 好 你怎么去看待老公 对孩子这么尽心尽力 其实他花时间在学生身上 这件事我们一认识就知道的事情 那他花时间在学生身上 花时间在工作上 就跟我花时间在我的工作上 在学生身上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并没有很大的冲突 那买房子这件事情 一直以来我们就有这样的打算 就是学生将来回到花莲 或有需要的时候 就是与其他们在外面 也不知道他们住在什么地方 那不如就到家里面来住 至少我们看得到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 一直以来我们两个就是会有 很一样的共识 那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像红里这样子 那我想要请教一下 其实你对孩子的教育 是用什么样的观念 其实我们两个讨论过这一个部分 我们两个都有一个共识 就是顺着孩子的天性 他的身体的天性去发展 不用刻意去压抑他 但是我们在我们家 其实规矩也很多 比方吃饭一定要在饭桌上面吃 没有跑来跑去喂的这件事情 这些基础 基本的规矩还是要的 对 那我们在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教他能力 比方说他在两岁出一点点 就会洗碗了 我们就让他自己在学校的碗 就自己洗 真的 然后他也会帮忙晒衣服 很喜欢帮忙 红莉 来 你来 你去阿姨那里 好不好 你去呢 来 你告诉阿姨 来 你有没有帮忙洗碗 你告诉阿姨 你会不会洗自己的环保块 会 会喔 那你会不会帮妈妈晒衣服 会 那你最喜欢帮妈妈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洗碗 洗碗啦 你没有办法给他一点鼓励好不好 你真的是好棒喔 好 那现在乖乖到妈妈那里去 好 来 好可爱 那很难得 我觉得其实孩子的教育的时候 我们说很多的这些基础 真的是从家庭里面一点一点的去养成的 确实 真的 我们说每一个孩子都是一张白子 来到我们的家庭里面来 来到这个世上的 就看我们给产图上什么样的颜料 真的 今天非常感恩三位到现场分享你们的故事 谢谢 感恩 也感恩全球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稍后马上回来 从前有个天使 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 他另外一个翅膀不见了 他就落入反间 因为人间太痛苦了 他一直想回去 但是 他怎么用力舞动另外一个翅膀 就是没办法回去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 他找到另外的十一天使 跟他守牵手 喂 你是不是在跟那个徐正佳交往 吃冰 吃冰 来 可是 他只是一个代课老师 等到买到教师资格 就可以争取正职了嘛 而且他的年纪是不是比你小啊 你相信我的判断 他就是我的Mr.Right OK 我想要先请教一下秦颖 在你心里头你认为正佳是一个什么样的男孩 我身边有很多男性的朋友里面 那成长过程里面其实因为家做生意的 我们也知道大概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男性的样子 但是他就跟这些人比较不太一样的部分 就是因为他真的就是一个很正直的人 你跟他相处的过程你可以非常清楚知道 他心里面没有旁的那些东西 就是该怎么做就应该怎么做 所以规矩是很多的 那会不会比较是严肃 然后就会说一不二的人 不会 因为他可能以前带救国团的关系 所以他是一个很搞笑的人 然后是一个很会讲 也不能说是冷笑话 其实我觉得有点影响过时的笑话 就是说他有时候会跟你玩一些很无聊的游戏 比方说你有没有看过电风扇在转 然后我就想说电风扇转是怎么转 然后他就会就说那你拍一下我的头 然后我就拍一下他的头 他就嘴巴在那边呜呜 然后就这样一直转 他说那你再拍一下我就再拍一下 他就头就转不过去这样子 就是电风扇卡住了 然后我就在那边就是直接三条线想说 现在是玩哪一处 怎么会在约会的时候 就在玩这些东西 所以你们约会的时候 其实郑嘉会把自己放到非常轻松的状态 对 那因为我是很严肃的人 所以他这个部分其实会很容易 让我自己也放松下来 不然的话在某个程度 其实我会是比较讲正经事 对 那样子的人 但是就是 这招还是有用的 对 虽然是冷但破冰的有效果 但是经常三条线 对 不过我觉得就是人是这样 常常我们会感觉比较放松 然后比较幽默 然后比较喜欢讲冷笑话的人 然后他就不够细心 我刚刚很细微地观察到一点 在我们刚刚看VCR的同时 你知道吗 我就发现郑嘉回头告诉秦颖说 就是那个翅膀的故事了 我觉得这个动作 说明说明了一切 其实郑嘉是非常非常在乎秦颖的 而且你对就是你们之间的相处的这些 很细微的情感 其实你是很在乎的 对不对 非常在乎 其实我是一个心思还蛮细腻 情感细腻 但心思不一定细腻 因为有时候还蛮出线条 我其实看那个剧中有一点感触 我其实有一段没有演出来 我也试试跟观世音菩萨 讲说如果能够追到这样的女孩子 我其实这一生应该就没有什么样的 就是了无心愿的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其实当时包含很多的条件 那为什么妈妈会反对 其实我们有很多距离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看到她其实是让我心里面 是除了心动之外 还有很多的一个心里面会觉得 这个就是我 就是她刚才讲的是Mr. Ryan 然后她是我的 天上那颗星 对 对不对 对 但你怎么会后来提起这么大勇气 把那个天上那颗星捧在自己手心上呢 其实我常跟孩子讲 你如果没有做 你永远没有机会 但这句话告诉我自己说 你如果没有去试看看 你怎么会觉得说 她就不肯睡 那你怎么试了 怎么样去试了 那当然也是要慢慢的建筑 没有一下子嘛 如果一下子就告白 那可能一定失败 一定要看看她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好感 有了以后再慢慢的慢慢的 像那个其实到看星星 其实本来之间都已经有很长的一个联络 还有互动 但是那时候你会觉得说 好像经营跟你的距离比较远一点 那因为她又是一个比较可能活泼外下 然后做事可能比较主导权在自己手上的女生 我应该没有讲错 那你觉得这样的女生你怎么 用现在人说法是你怎么hold得住 其实 你怎么打动她的 我比较好奇这个 我觉得有一点互补 就像她这样她的主动性很强 然后我有时候也很喜欢这样的主动 我觉得这本来就互补 因为我有时候也有些想法会比较被动一点 然后她会给有一些建议 就包含后面有讲到我去考研究所 很多的一些想法 这都是轻易建议的吗 其实对 我这人说台语说 听不出大富贵 有时候其实老婆的一些建议很好 所以我觉得她给我很多建议都是非常正向 然后非常的有帮助的 真的是很棒 其实应该是说我怎么样子被 她其实也没有做很多很多的努力 就是相较之下 不是跟我比较 跟其他的那个 她其实并没有做很多很多的努力 但是因为那时候我从我们去大陆文化交流 一回来我就进入到快建议 那我进入到快建议的时候 那时候的那个所有的团队 我都完全不熟悉 所以当时去其实有很大的挫折感 就是说觉得自己是一个外在 就是外外的那种感觉 然后当我再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外外的时候 她出现 她一出现怎么那些爸爸妈妈 就是哎呀 站车啊 哎呀 你来啦 你要不要吃这个啊 你要不要喝这个啊 然后师傅就想说哎呀 怎么啦 我就在旁边我愣了一下 我想说就是我那时候的挫折感 可是她一进来的时候 她跟那些师姑师伯跟那些人打成一面 包含学生一看到她就在哎呀 站车大哥 是的 说哎呀 你的感情其实就是个天时地利人和 而且金仪其实我觉得 郑佳一定默默地对你做了很多的努力 她其实不是没有努力 我觉得她是一个相当努力的人 但是她也是一个相当低调的人 那因为你是一个 比较环顾四年八方的人 她其实是默默地在压走滑雪努力的人 所以你看我觉得她讲出了一句我也非常认同的话 听不出大富贵 今天非常感恩两位的分享 感恩 这个是我跟专家一起做的 是你们做的喔 那一定要吃吃看啊 我刚学 如果做得不好 请父母包含 妈咪 你就吃吃看嘛 看起来很好吃啊 杨爸爸 我们同一天出生 你是成功的企业家 而我 只是此中一个待客老师 阿明 没想到这么巧 郑佳 他跟你 还有弟弟 是同一天生日 你是看准了这个女婿是吗 这一切 该不会就是你故意安排的吧 我们刚刚看到 就是师姐好像不太同意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转折呢 我们现在就请了本尊 我们的朱姿师姐 到我们的节目里头来 欢迎朱姿师姐 大家好 朱姿师好 师姐 为什么会反对这一段感情呢 其实郑佳老师 我是义德妈妈 我本来就认识郑佳老师 但是她不认识我 其实是我们的偶像 可是当她要跟我女儿交往的时候 她们两个一站起来 那个身高的落差 让我觉得说 哇 怎么是这样子 所以杨玛一开始就觉得 身高是个问题 就好像杨玛就没有办法是小鸟宜人的那种感觉 真的喔 然后那个心里就有很多的那个 不太能接受 是 然后后来又慢慢慢慢就知道说 她好像不是真正的老师 因为杨玛年纪也不小了 然后想说如果她们也不可能拖太久 那如果她们要谈到结婚的话 那以后的生活怎么办 所以当妈妈的本来就是自私的 就觉得说本来女儿嫁出嫁去 就是要靠这个 老公要依靠她 对 结果是这样子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非常非常的反对 所以后来真的 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然后让你打开心房 真正的去接受郑佳 就是今天有可能会成为你的女婿 那因为其实这个姻缘也很奇妙 就是说如果她跟郑佳在交往 然后外面其实有人会说美 但是如果她跟郑佳在交往 很认真的在交往的时候 外面说美的就一堆 就会变一堆来 变一堆来 但是她心已经不再不会去外面相见 那你还是会带着她去 对 可是你知道她那个心 是在敷衍你 可是当有一天姐姐一个讯息来说 两个好像分手了那种感觉 好像淡掉了那种感觉的时候 外面所有的姻缘又都不见了 就这样子 那姚佳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 对 所以我自己后来我就觉得说 会不会她的姻缘就是在这里 缘分在这里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其实就 慢慢地告诉自己 我可能必须要接受她们 那时候你心里的感受是这样的 我们当时曾经分手一小段时间的时候 为什么还会再又回头 觉得应该可以在一起 是因为我觉得今天如果我妈妈 如果说今天我真的就是要去过 就是要去嫁给所谓人家说美的 那样子的对象的人的话 那我何必要进慈禁 我就在外面工作 我这样子要认识到那些人 我其实是更有机会 为什么我要进慈禁 我觉得到我都已经进慈禁 而且当跟郑佳交往 已经那么长一段时间的时候 我就觉得其实应该是 要找一个你人生的伴侣 是能够跟我一起做慈禁 那我跟我妈妈谈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跟她讲 我说以前的师姑可能就是结婚 那没办法 她结婚之后认识慈禁 她要做慈禁 如果先生不赞成 她就必须偷偷去做 可是现在我是要自己找一个对象 我为什么要找一个对象 有可能会反对我做慈禁 然后我结了婚之后 再偷偷去做慈禁呢 我就找一个能够跟我一起做慈禁 或支持我做慈禁的人 所以当时就因为她本身自己也是 慈禁人 然后也在慈禁工作 因为有时候志工跟职工的角度不一样 志工有时候不见得能够理解职工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就要在工作里面 而不是在其他的地方 她也是职工 我也是职工 她是志工 我也是志工 我觉得她可以理解 就是为什么周末是没有办法休息了 我懂 然后为什么晚上还要加班加那么晚 她可以理解这一点 真的 我常常觉得这样的一个伙伴非常的重要 对 所以到时候再选择 就是到最后我就觉得如果 我真的要嫁去给大家都认为 因为当时有介绍对象 也有医生 也有一些不错条件的 如果我是要选择这样 那我其实我就不要进慈禁工作 可是郑佳你现在在妈咪的身边 在亚玛的身边 会不会紧张 现在不会 其实 应该不会吧 不会 因为后来 她刚刚很放松 你知道吗 现在亚玛坐在这里之后 她突然间收了我回去 没有 因为讲那段比较严肃 现在她开始讲比较轻松一点 我刚刚其实还在侧面 在跟郑佳跟乞丐开玩笑 我说那段时间 就是因为亚玛就是 就是希望他们两个不要再交往了 然后后来郑佳就 就决定说好 不然我们就先分手了 那我还在笑说 你是不是以退为进 我觉得你是不是这么的聪明 以退为进 有没有这个信念在 没有 完全没有 其实那个时候真的是 真的想一分手 她就跟我讲一句 我说那还是朋友吗 她说没有 她说分手就分手 分手不会是朋友 对 她就直接讲这样子的话 她就说你就过你的生活 我就过我的生活 对 那我一定要问你 这样吗 那现在郑佳在你心里头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婿 非常好 因为我们其实 我跟郑佳其实是无话不谈 他们很能聊 很能聊 而且好嫉妒的女儿 曾经谈了一个晚上 都没有睡 她已经打瞌睡 她已经早睡了 有没有睡 我很早睡 但是妈咪那个时候 因为我们就刚好有一个机会 好像在铺子那一次 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妈咪把她心里面的话 掏出来说 我很感动 我觉得很难得说 能够跟妈咪讲那么久 然后也因为这个原因 我才能够了解说 妈咪她的担心的点 就这样因为讲 我也把我的心里面说出来 其实我说妈咪比我更像辅导老师 其实她很多心里面的话 很好去说出来 所以杨妈现在镇佳对你来说 其实不是只是一个女婿 甚至给你的感觉 应该是多了一个儿子吧 儿子 然后其实也是一个辅导老师 因为有时候有很多的案子 然后我都会去请教她 然后我们两个其实就是互相 其实我自己也有很多 譬如说有案子 然后我自己也有很多的想法 然后我都会去请教她 看看我这样的想法是对还是不对 这样子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慢慢会觉得 我们在人的一生当中 在每个阶段遇到了不同的人 但是这些人可能真的就是来圆满你的人生的 剧展我们这一家在这最后一周的五集播出 有一个演讲邀约想请你帮忙 演 演讲 如果你能够分享你的亲身经历 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的意义 相信可以照旧更多的好医生 那你答应了吗 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 我是周朱芝 这是我第一次第一次演讲 你的声音听起来有点紧张 你就让我多练习几次我就会好了 阿明 谢谢你为我所铺的这条菩萨路 成就了我们这一家 也谢谢你最后留给我们的礼物 新年快乐 这一集大安定里头我们看到了 全家非常快乐圆满的相处在一起了 那我们现在请到 启瑞还有燕子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 欢迎启瑞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燕子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谢谢 结婚几年了 五年了 五年了 好 我们刚刚看到最后那一幕 非常的开心圆满的大家全家聚在一起 这样全家聚在一起 大家现在有几年 明年十四位 明年十四位了 然后那我懂的 又有一个新的成员 要加入这个大家庭的 好 那我想要请教就是启瑞跟羊妈 你们觉得现在全家都可以这样子 还原在一起 那也全家人其实都在 实际这个大家庭里面 你觉得 这是不是羊爸留下一个最棒的礼物 我们从羊妈先来好 我也是这么想 其实刚刚开始我们不是职濟人 然后火化之后 他有骨灰 然后学校方面问我们说 要不要带回去 但是我一直觉得说 我不要带回去 为什么 如果我把骨灰带回高雄 那我们可能孩子就全部都在高雄 每一年的清明节的时候 就在高雄扫墓 但是我希望把主要的 爸爸的骨灰的地方 就是在大神堂 所以我们每一年不管怎么样 再多忙 大家都一定要跑花脸一趟 然后我想说这样子也可以 就是到慈祭巡礼 然后我其实也期许说 未来我的家庭可以是成为一个 完全的慈祭家庭 在我受证的时候 我的自己的自传里面是这样写 结果老天爷真的是 真的圆满的这件事情 对 那启蕊你觉得吧 留给你最好的礼物是什么 应该是这么说好了 他的过失应该成就现在的我 为什么 不然我不会像现在这样子 我父亲给我们提供非常优渥的生活 但如果说我父亲还在的话 我可能现在的为人处事做事 不会像现在这么的拘积 应该就大一般说的富二代 小富没有说大富 应该是有小富 我以前从来没有担心过 生活上的任何事物什么都不需要 是 对 然后现在的话 我觉得我父亲过世 然后我必须承担起 我该承担的 对 换个角度讲 有点残忍 他把我从天堂推到地狱去 让我去直接就是最接触 最现实残酷的一面 可是我听杨马说 那时候其实你从国外念书回来 就直接接爸爸养爸爸的事业 对不对 而且做得非常的有声有色 其实前面几年有亏损 但是因为我还在摸索期间 因为什么都不知道 18岁 18岁 对 然后只是偶尔在父亲的公司 帮帮忙 打包一些东西而已 所以其他什么都不懂 算是应接起来的 然后慢慢慢慢的 稍微过了几年之后 才会平顺了 开始往上爬这样 慢慢的摸索这样子 对 那你刚刚说 其实爸爸把你从天堂 因为他的往生 把你从天堂 应该不到地狱 我觉得就是让你落入凡间 让你知道说 普罗大众大概 其实大家的生活过 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那你从这里头再开始 应该等于说 从凡间里头开始去学习 怎样过一个普罗大众的生活这样子 然后到你后来进入慈祭 在粉间工作 对 那你觉得这中间的过程 你觉得你学习到什么 公司卖掉之后 去接触到新的更多的东西 是我以前是没有接触过的 对 职场的人事物 对 是我没有接触过的 然后以前也没有办法去学习到的 是 对 有另一个新的开始 那我请教一下杨玛 为什么你老师 包括说我们说不管是奇瑞的 或者是秦宁的 甚至也许是秦荣的 在他们你都觉得 这三个年前 其实在我们看来都觉得非常的 在他们自己的职场上面都非常可能有成就的 但是你都是在当下 做那个不同决定的人 你这个舍是怎么判断 让他们离开现在的生活 去打开另外一个不同未知的视野 其实我自己在想 就是说我们人生 本来该有的 未来你的路很长 你一定会有 可是如果我们的人生 没有可以拥有这么多的时候 那你未来 你到最后你这个公司还是会变成是 就变得没有 就是有 很富有 但是会变成是没有这样子 所以我想说如果你到外面去 等于是说去看外面的世界的时候 也许哪一天 你可能可以吸收更多的东西 但是那个东西绝对不是金钱可以买得到的 那要请教一下奇瑞 粉肩的工作 你现在就是我们可能一般人就是大家 可能只是一个消费者而已 但我们对这样的一个工作 其实不是挺了解的 好 那到底什么是粉肩的工作 我们粉肩主要生产的是 从事骨粉生产 然后有五穀粉 有那个杏仁粉 这一类的穀物 穀物类的粉 然后我们的原料都是很天然的 其实没有放任何其他的太多的添加剂 几乎都没有 因为我在里面 每一包粉基本上都会经过我们两夫妻的手在出去的 对 几乎每一包 然后我们其实在里面看了很多 就是说师傅 师傅们很用心在制造这一个食品 然后这也是一个非常健康跟天然的食品 对 然后师傅们都很辛苦 因为里面的工作真的是很吃重 所以师傅们很辛苦 对 那燕子你家到台湾五年多了 那你觉得在你眼中的婆婆是什么样的一个婆婆 首先我刚来的时候 就是她对我也蛮非常蛮严格的 后面我就觉得 因为说实在的 我在大陆 我工作也是一个人在外面 我很早也就出来工作 就独立了 对 那有一些东西也许在那边不会有任何人在教我的 对不对 那现在她 我觉得她很好的是就是说 比方说很多东西我从来没有就是说有人教过我 她就慢慢慢慢地教我 包括很多很多东西这样子 然后她也对我很好 我刚来的时候就是要去 就是他们家的那些亲戚要结婚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就很少就是说去打扮我自己 然后我妈妈就很好 她就赶快把她很漂亮的衣服拿出来给我穿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耳环啊 然后她也就赶快赶快帮我房头 妈妈还是会教你这些基本的这些礼仪上面的事情 对 就是说说实在的她教我蛮多的 因为以前我们在外面工作 她就是都是年轻的人嘛 就是还蛮就是很随和这样子 就是说就学不到她那些很多很多的规矩这样子 我觉得很好 那现在你跟着先生一起都住在花莲还适应吗 很好 我觉得花莲很像 很像我的家乡贵州 很像很像 所以我住起来就是还蛮好的 对 最后一个问题还是要回到杨玛身上 你现在看到全家都这么的圆满 那你觉得你有什么话想跟杨玛说 我觉得应该是她可以非常的安心 应该是非常非常安心 好 今天非常感恩三外的分享 谢谢 更感恩全球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订阅